我加了个顺风车裙 裙里这些大老爷们 平时最爱开乘客的颜色玩笑 今天老刘晒出一张截图 声称有一艘货包了他的车 其他人纹色而动 这女的看穿着打扮 就不是啥正经女人 两个小时的路程 老刘你把持得住不 把持不住就上呗 把车开到偏僻的郊外 他喊破嗓子都没用 车里记得放摄像头 也让我们看看 这货身材辣不辣 好东西一起分享嘛 老刘听从群友的建议 王把出发时间 从白天改到了晚上 这时表妹突然凑过来问我 姐 我包了个顺风车 但司机要晚上才出发 会不会不安全呀 哦嘛 原来老刘说的那骚货 是我表妹呀 咦 从恍惚中回过神来 我就对上表妹 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姐 问你话呢 我要不要取消订单呀 表妹不高兴的撅起嘴 上一世 她也是这般凑上前询问我的意见 我二话没说 就将群里这些老流氓的 路股聊天发给她看 还傻呼呼提出帮她照顾二哈 好让她中秋节放假坐高铁回去订亲 看后 表妹气愤的直接取消了顺风车的订单 可我没想到 她坐高铁回去的路上 会将老流等人的行为 在网上进行了曝光 还将我埋伏在群里的事情一并说出 老流遭遇网暴 因为风评问题被平台封杀 老婆和孩子嫌她丢人 与她断绝关系 一无所有下 老流产生了报复的心思 她每天给我和表妹发恐吓短信 扬言要杀了我们 我害怕她真的见走偏锋 便打算辞职换个新城市生活 可没想到离开当天晚上 我却遇上老流 被她拖进巷子里 进行惨无人道的侮辱 最后挨了15刀 活活痛死 死后我才知道 这一切全败我那好表妹所赐 她害怕我走后 自己会成为老流的活靶子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将我的行踪透露给老流 在暗处确保我遇害后 她才假惺惺拨打报警电话 警察抓住满身是血的老流时 表妹当着一众媒体的面 哭得撕心裂肺 大喊着要替我报仇 你个混蛋 为什么要杀我的表姐 我姨妈姨父就表姐一个女儿 你让她们怎么活呀 为什么被杀的不是我呀 她演得逼真 那时候恨不得替我去死的样子 在网上噎爆火 表妹因此成了大网红 赚得盆满钵满满 可实际上 她在我的幕前穿戴的珠光宝器 一脸不屑地讥讽我 表姐 还真多亏了你 要不然我还挣不了这么多钱 你也算死得其所 放心 我会多给你烧点纸钱的 哈哈 而我爸妈因为白发人送黑发人 机遇成疾双双去世 好在老天保佑让我终活一次 这一次我绝不会再烂好心了 表妹既然爱狗如命 那就好好享受 这趟充斥着阴谋的包车之旅吧 二 哎呀 说不定人家是白天有事 只能晚上出发而已 你想多了吧 马上就中秋放假了 你现在取消订单 要想再找到顺风车可就难了 而且我放假要出门旅游 可没办法帮你照顾二哈 我按黑手机屏幕 努力去打消表妹的顾虑 他低头看了眼点傻乎乎的二哈 害怕留一条狗在家 等回来家会被拆 只能接受老刘晚上出发的提议 第二天晚上九点 老刘往群里丢了个链接 我点进一看 却需要密码 老刘见细细的说 免费的美女直播 一百块一个席位 走过路过别错过 群里其他人都在骂老刘财迷 但转账的手速倒是一个比一个快 30人的小群 也有28人转账 只差我一个了 老刘拍了拍我 小张 好兄弟有福同享 你赶紧的 当初加群钱 我害怕自己女性的身份 会遭到一些不太友好的对待 便在网上买了张位实名的新卡 注册了一个男号 平时网群里发消息 都开了变声器的 因此 群里这29个操老爷们 都不知道我是女的 为了不引起怀疑 我也转发了一百元给老刘 老刘见所有人都投了钱 立马将直播链接密码发了出来 我登陆进去一看 就见表妹坐在后座猛山峰 她那层薄外套下 是一套极其性感的镂空背心 早上出门前 她在镜子前选了好久 才选中这件背心 为了好到站 诱惑自己的男朋友 表妹甚至没有穿内衣 考虑到路上有两个小时的车程 她临时出门前 才加了件外套 师傅 你说我一千二的车费 连空调都舍不得开 你信不信我去平台上举报你 让你赔钱 文言 老刘倒是没有生气 嘿嘿一笑 露出一口黄牙 不好意思哦美女 空调临时坏了 我给你开点窗吧 可表妹本就心疼一千二的车费 体验感还这么差 只是开窗的话 当然让她没法服气 你要是不想我举报的话 给我退五百的车费 要不然我现在就下车 你把一千二全部退给我 老刘自然不想到嘴的肥肉跑了 只能告诉她 这附近一片 都是工地 建设房 民工多 我是不建议你在这下车的 想到从新闻上听说过 有女生被拖进施工楼强奸的事 表妹没再说下车的事 可她依旧咄咄逼人 让老刘退她一半车费 你他妈听见没有 要不然我立马举报你 让你几个月都开不了顺风车 我看见老刘眼里的阴狠 却偏偏还要装作不好意思的样子 从车在冰箱里拿出一瓶冰红茶 美女 先喝口水消消气 三 表妹接过水 嘴上还在骂骂咧咧让她退钱 老刘依旧不生气 美女 你要实在热就把外套脱了呗 我帮你把后座的灯全部熄掉 我女儿跟你差不多大 你放心 路上我要看路面情况 保证不会乱挑后座的 表妹众美想了想 在后座顶灯熄灭后 还是放松的脱掉了外套 可她不知道 后座的隐形摄像头有全彩夜视功能 群里顿时热闹起来 群员一号 我看这女的就是欲挙怀疑的样子 老刘你要是提出要摸 她绝对不会拒绝 群员二号 这么辣的美女 光看不能吃 真是让人火大 老刘你别光开车呀 好歹有点举动啊 群员三号 就是 你看这骚货都忍不住自己摸了 老刘你在等什么 监控画面里 表妹正拿着纸巾给胸前擦汗 可这群男人却说 她在故意勾引老刘 老刘发了一个猥琐的表情 让大家稍安勿躁 精彩的内容还在后续 发完这句话 老刘又从副驾时 给表妹的二哈拿了根红肠 这二哈是蠢货家吃货的结合体 一见有吃的 立马吭吃吭吃咬掉了半根 见二哈狼吞虎咽的样子 老刘又给他抛了两根 吃完后不到十分钟 二哈就打了大大哈钱 两眼一闭睡着了 表妹揪着二哈的耳朵小声谩骂 纯狗 妈妈还等着你守夜保护我呢 你却只知道吃吃睡睡 一点都不中用 群里有人却笑道 吃了加料的红肠 这狗不睡满三个小时才怪呢 现在就等着女的喝水了 在众人焦急的等待中 表妹拿起了老刘送的那瓶红茶 放在了嘴边 五 在准备要喝时 表妹突然神情紧张 看下老刘 大哥 你这路线不对啊 怎么越走越偏僻了 老刘毫不慌张地解释道 放假高峰期 走高速一路红灯 我带你走过道不堵车 能早点到家 你放心咯 不会骗你的 表妹自己拿出手机导航 就见高速上 果然多处路段都是红的 为了安全起见 她将自己的位置共享发给我 姐 司机带我走过道回家 我有些害怕 你路上帮我盯着点 要是发现路线有问题 直接帮我报警哈 我回了一个OK的手势 表妹放下心来 边欣赏路上的夜景 边喝起了冰红茶 老刘哼着歌 将车子往偏僻的树林深处开去 我看着越来越偏的路线 和渐渐失去意识的表妹 默默笑出声来 五分钟后 老刘忙在群里 爱着大家 每个人V100 欢迎欣赏老刘和热辣美女的贴身站 直播链接被中断 大家叫苦连连 好你个老刘 老子裤子都脱了 你却中途叫停 要是我们打了钱 你等会给我们看空气怎么办 就是 要是等会看不到精彩戏码 我铁定要举到老刘 见大家怨声在道 老刘发了一张露骨的照片在群里 见状 群里的男人们疯了 掏钱的速度比脱裤子还快 我紧随其后 也飞了100 老刘的直播再次开启 实在忍受不了这帮男人的低速恶趣味 我退出了直播间 然后给表妹的微信发去关心的消息 一秒后 对方秒回 表姐 我刚去拉肚子了 有二还陪我 你别担心 赶紧睡吧 我心知 这消息铁定是老刘回的 也没有拆穿 等到凌晨时 姨妈和姨父轮着给我打来轰炸的电话 段小文 我不管你现在在哪里 立马滚来我家 原来出事了 姨妈的语气既生气又着急 看来表妹绝对被蹉跎的不清 我假装惶恐的关心表妹 实则慢悠悠又缩回了被子里 这深更半夜的 他们让我立马回 我难道就要立马回不成 要是我出事了 姨妈他们铁定不会负责 傻子才会听他们的话呢 我把手机关机 一较美美的睡到大天亮 等悠闲的吃完小镇上的早茶后 我才打车来到高铁站买了票回家 为了避免我一个人 却会受到姨妈的刁难 我特地把爸妈一叫上 果然姨妈一见到我 二话没说就禁止甩来一见耳光 六 我手脚灵敏的躲过 洋装害怕的躲在我爸身后 小姨 我犯了什么错 你一见面就要打我 姨妈面容扭曲 气急败坏的指着我 你还有脸说 要不是你怂恿圆圆包顺风车回家 她怎么会出事 爸妈狐疑的看了我一眼 忙用眼神示意我出了啥事 我装傻冲了问道 啊 圆圆要包车回来 不是她自己舍不得二哈留在出租房吗 怎么变成我怂恿她的了 我这表妹李圆圆就 是个实心的绿茶 出任何事就喜欢把责任甩给别人 以前我看待她年纪小的分上不计较 现在可不行了 爸爸见我这么说 一下就站在了我跟前 我们家小文丽来就听话 她说不关她的事 就肯定是你家圆圆害她被骂才撒谎的 你说圆圆出事 她是出啥事了 爸爸耿直的问李圆圆的伤情 姨妈表情像车屎一样难看 我妈小声问 是出车祸了 还是 姨妈眼里闪过一抹恨意 声音立马打高 你全家才出车祸了呢 给我闭上你的乌鸦嘴 被姨妈这么刻薄的怒对 我妈一罐好脾气 也不免拉下了脸 我冷着脸嘲笑 姨妈你可真有意思 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打我 现在还要诅咒我全家 要是她李圆圆等会没事 看我不做非她 我没给姨妈任何反应的机会 疼了一下就冲进房里 李圆圆正躲在被子里 伤心大哭 我全当听不见 一把掀开她的被子 李圆圆惊恐的抱着头尖叫 姨妈心疼坏了 段小文 你干什么你 没看圆圆受了伤吗 我将被子丢在地上 忍不住上下打量李圆圆 因为被老刘肆意玩弄 李圆圆裸露出来的胳膊上 满是暧昧的草莓印 你眼人一看 就知道是发生了什么 可惜 我是个母胎单身的大龄圣女 勤勤爱爱 我可以装作不懂 我大着嗓子嚷嚷 什么呀 圆圆你好端端在这呢 姨妈非说你出事了 我看你一点事都没有啊 撒谎惊 李圆圆羞愤的将脸 缩在姨妈怀里 哭得更加大声 姨妈气得眼睛心红 怒斥我没有家教 都给我滚 今天的是 要是谁敢传出去 坏了圆圆的婚事 别怪我跟她不死不休 爸妈尴尬的彼此对视一眼 将我拉出了门 妈妈小声告诉我 李圆圆怕不是被人强奸了 我憋着笑 立马转身大力敲门 姨妈 圆圆被人累个了 你不能就这么算了呀 赶紧打电话报警 让坏人绳之以法呀 里面传来李圆圆砸东西的声音 以及姨妈恼羞成怒的尖叫声 妈妈忙捂住我的嘴 将我带走 气 李圆圆这趟回家 就是为了办理和富二代男友订婚的事情 眼下出了这档子是 姨妈心里气不过 本想将锅甩给我 想利用我爸妈的愧疚心 为她办事 现在阴谋被我击穿 为了不影响婚事 姨妈只能厚着脸皮 跟我爸妈商量 让他们全当不知道这个事 还特意叮嘱我 爸妈看住我 千万不要再订婚当天 让我跑出来搅合场子 这么闲眼包的事情 我肯定不会做 但暗戳戳的坏事 我当然要做 我人虽不在订婚现场 但亲戚朋友里肯定有人参加 我找他们要到现场拍的照片和视频 就见表妹李圆圆 穿得严严实实的禁酒服 想咬一人的跟在男朋友许帅身边 而家里那帮亲戚 早就被姨妈塞了红包 今天的任务就是将许帅灌醉 许帅对此并不知情 一杯接着一杯就猛灌 等人醉了 直接带到李圆圆的房间 让两人往被窝里一躺 李圆圆身上那暧昧的痕迹 就成了许帅的成果 不得不说 姨妈到底是老江湖了 但我也不是吃素的 我将许帅和李圆圆甜蜜蜜的合影保存 然后假装手滑发到了顺风车的群里 等两分钟不能撤离后 我才在群里惊呼 对不住各位老铁 发错群里 本来是要发给朋友的 群里一个个大老爷们 却at老刘 老刘 你的小情妇要嫁给别人当新娘子了 还不赶紧出来 同样的消息 被盖了十多层楼 老刘才姗姗来迟 大着脸说道 昨天黑灯瞎火的 都没时间仔细打量这货的正面 今天一看照片 我心痒痒了 老刘at我 兄弟 这你得你认识 我 朋友的亲戚 见他发了朋友圈 刚想发照片问问 听说这女的 今天在举行订婚宴呢 猥琐难 昨天才陪老刘恩爱 今天就和未婚夫一块 这女的如狼似虎啊 老刘你有福了 老刘嘿嘿一笑 等我再去约约这女的 等完熟了 邀请兄弟们一块 有福同享吗 在一片感激声中 老刘下线了 八 由于订婚宴办的顺利 姨妈高兴坏了 在家族群里 一个劲的炫耀 未来女婿 许帅给李源源送的黄金首饰 外加订婚的礼金十八万八 今天李源源则要陪同许帅一块 去会面南方家的亲戚 这时老刘突然加我 问我知不知道 照片的男的住在什么地址 我二话没说 就将许帅家住在哪 今天在哪里办应席 发给了老刘 为了能更好的吃瓜 我带着头盔 开着爸爸的摩托车来到现场 果然在角落的位置 看见了老刘的车 等两人的沿袭散场 送走一众宾客后 李源源扶着有些醉醺醺的许帅 准备招手打车 老刘见缝插针 就挤了上去 李源源吃力抬着许帅 没有偏头看驾驶室的人 就上了车 等把许帅安置在后座 李源源见到老刘时 整个人脸色刷了就白了 许帅 这辆车不行 咱们换一辆 李源源颤抖着身子 想要去把许帅扯下来 这时许帅爸妈凑了过来 帅帅醉成这样 你赶紧带他直接坐车回家呀 在这里拉拉扯扯 像什么样子 许帅的爸妈看不上李源源 但耐不住儿子喜欢 才勉强同意这门亲事 对待其李源源 他们夫妻俩可是毫不客气 李源源满肚子的苦无处可说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车 不一会 老刘又在群里发了条直播链接 视频里 许帅已经醉得开始打汗 李源源慌张又惶恐地坐在他身边 紧紧抱住他的胳膊 看样子害怕极了 老刘下流的舔了舔嘴唇 元源 一天不见你有没有想我 今天喷的什么香水 怪好闻的 闭上你的臭嘴 不要脸的混蛋 我男朋友还在这里 小心我们报警抓你 老刘毫不惧怕 不用报警 我现在就带你去警局 把你那碗 怎么在我身下遇仙遇死的视频 给所有人看 你敢吗 老刘毫无征兆 就突然转变路线 朝着警局的方向 李源源耸了 害怕的双手合十揉搓 别别别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老刘倒是快速地点了头 行啊 今晚来我发给你的位置 要是不来 我就把那些视频 传给你男朋友家的每一个人 你那有钱婆婆和公共 怕是忍受不了 这么不减点的儿媳妇吧 李源源眼里迸发出一丝恨意 但又不敢不答应 为了调到许帅 他可是精心设计了好久 眼见豪门阔态的生活就在眼前 他怎么甘心对老刘这遭老头子给破坏 就 瞥见李源源屈服后 老刘没在使坏 安安稳稳将许帅送回了家 群里清一色的6666 都在夸老刘游勇谋 狠狠拿捏住这么一个大美人 老刘看见后回复 放心 我答应大家伙的不会忘记 等回去了 我就把美人约出来 大家一块玩 今晚11点 大家先保保眼福 我冷笑着收起手机 等着11点的到来 但我没想到老刘的胆子会这么大 许帅家住的独栋别墅 环境不再闹事 比较幽静 老刘停在许帅家周边 把车窗窗帘拉下 车子熄灭 就急哄哄拉着李源源想办事 李源源害怕有人经过会听到 一边阻拦老刘胖臭的嘴靠近 一边控制自己不尖叫出声 老刘半天得不到李源源的青睐 不免有些生气了 他压低嗓门威胁 要是你再推一下 老子董辉就会许佳 告诉大家你是个水性洋花的臭娘们 李源源委屈的流下一行眼泪 大叔 你女儿好歹和我一般大 你这么欺负我 不怕将来有人欺负你女儿吗 老刘哈哈大笑 傻子 我那是骗你的 我就一个儿子 哪来的女儿 要不你给我生一个 老刘拿出准备好的绳子 就要将她的手脚捆绑住 我瞧准时机 往许帅的别墅里扔了俩大捆燃烧的烟饼 李源源曾炫耀过 许帅的大别墅里都安装了智慧烟杆系统 一旦触及烟雾 就会发出嘀嘀嘀嘀的报警声 不一会 许家众人穿着睡衣 就从家里手忙脚乱的跑了出来 许帅清点完人数一看 少了李源源 急得就要往回赶 许帅妈妈一把拉住他 这么大的动静 就算是投猪都醒了 李源源说不定你会就从里面出来 你可别往回冲 在两人合力拉扯下 许帅没能冲回去 他们全家光着脚丫站在路边等待 很快就注意到了老刘那辆不停在晃动的汽车 十 许帅妈妈嘲讽的直撇嘴 这是谁家穷成这样 要干事不会找酒店 居然在大马路上 真是不知廉耻 许帅爸爸尴尬的连连靠边 许家的几个庸人忙吃瓜的拿起手机录像 许帅见李源源还没出来 急得拨打他的电话 可这时意外发生了 震动的车里开始响起了手机铃声 和李源源的一模一样 许帅不可置信的瞪大了嘴巴 而许帅妈妈和爸爸气得从路边捡起一块砖头 直接拍在了车窗上 好你个李源源 居然敢给我们许家戴绿帽子 看我不打死你们这对肩负淫妇 在金钱的驱动下 许家的所有佣人都来帮忙 老刘的车窗直接被拍碎 窗帘被撕烂 李源源和老刘狗合的荧幕被摆在众人面前 在一排排开着闪光灯的手机前 老刘手忙脚乱的开始收拾自己 李源源一把捡起散落的衣物 护住自己裸露的身体 许帅 事情不是你们看到的这样 是这个男人强奸的我 我没有出轨 背叛你 许帅愣在原地 久久回不过神来 许帅妈妈直接让人把李源源从车里拖出 丝毫不管他穿没穿衣服 李源源 你够狠 前脚和我儿子订婚 后脚就和这么一个能当你爸的臭男人鬼混 你真让我许家是软狮子好拿捏是吧 许帅妈妈揪住李源源的头发 刷刷就是十几个耳光打过去 直接将人打出了鼻血 李源源捂住脸痛哭 将希望的目光投向许帅 许帅 是这个男人给我 下药偷拍了我的视频 他威胁我今晚要是不出来 就要破坏我们的婚事 我害怕才会妥协的 我真的很爱你 许帅看着李源源 陡然恶心地吐了 老刘扣好皮带 却翻脸不认人 你们少听这件人胡说 他包我的车 却故意穿性感的背心 还不穿内衣 肯定是嫌你不能满足他 故意在外面勾搭一男人 别看他现在哭哭啼啼的 晚的时候表情可投入了 老刘丝毫不提自己下药的事情 颠倒黑白声称 是李源源故意勾引他 就连今晚出来 他也说是李源源的主意 他说以后结婚 婆家肯定管得严 干脆婚前好好玩 还说在婆家旁边玩 更加刺激 李源源在一旁撕心掠肺的否认 和许家众人却不信他 许帅妈妈 直接将她拍到的露骨视频 发给了我姨妈 威胁她明天上午 必须把许家给的所有好处 以及许家办宴席所花的费用 全部偿还 否则李源源出轨的视频 将会在我们这的大金小巷里 每天循环播放 11 姨妈收到视频后 火速赶到我们家 毕竟当初李源源包车回来后出事 只有我们家之情 姨妈拉扯我的手 让我去许家帮李源源证明 小文啊 你那天回来也看见了 源源是被那顺风车司机给强奸的 现在那混蛋倒打一耙 非说是咱源源的错 许家闹着要回婚啊 人许家回婚很正常啊 换谁能忍着恶心 戴这么一顶肮脏的绿帽子 我憋憋嘴 看了看手指 姨妈 那天我们只是看见源源在床上哭 又没亲眼见到现场 我可不跟帮着你去骗别人 姨妈气得要戳我的太阳穴 被我爸一巴掌甩开 你搞清楚 现在是你家源源干个破事 要被人退婚才来求我们 你还敢打我家小文 你算打跟聪哦 滚蛋 我爸提起姨妈的包就丢出了出去 指着门口让她滚 姨妈咬牙切齿盯着我妈 姐 源源好歹也是你亲眼看着长大的 你忍心让她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吗 我妈偏过头 很心的摆了摆手 源源要是没做过 你们自己拿出证据就是 但不能让我家小文说谎 在我们全家的齐心合力下 姨妈被气跑了 李源源出事回来当天 他们害怕丢人 只买了紧急避孕药吃 没有上医院去做检查 也没有听从我的去报警 现在许家当场抓住李源源和老刘狗和 姨妈是有理都说不清 她只能灰头土脸的 将许家送来的黄金首饰和订婚钱 外加自己养老的钱全都掏了出来 去许家熟人 姨妈领回鼻青脸肿的李源源 带她去医院治疗伤口 可没想到 李源源出轨被毁婚的事情还是被爆了出来 许家几人虽然没有明说 但也没堵住庸人的嘴 现在全城都在讨论李源源的这件八卦 特别是大家知道她放的高富帅不要 出轨对象是一个个皱皱巴巴的臭老头后 顿时都觉得她是一智障 李源源觉得丢人 立马坐高铁回到了工作的城市 而原本最爱的二哈 也被她丢给了爸妈养 12 李源源回到宁城 马不停蹄就换了一份工作 原因是 大家都七嘴八舌询问她订婚的过程 什么时候能吃她的喜酒 她害怕许家会找人在公司散播她的流言蜚语 单粹提前辞职了 然后在便利店找了份兼职的火 可老刘并没有打算放过李源源 原本她只是私下经常约李源源出来见面 在得知对方直接换号码后 老刘干脆来到了便利店 每天坐等李源源下班 这天 李源源下了晚班后又被老刘尾随 她急匆匆就往出租房跑 但带合体力比不过老刘 摄像头里 李源源拉开房门即将关上时 老刘健硕的身子直接就闪身进去 碰了一声关上门 李源源就被老刘按在了地板上 李源源哭着求饶 我会是被你毁了 老家也不能呆了 我也听你的不报警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放过我呀 老刘这种人 就是爱惨了猎物快碎了的样子 你越惨兮兮 他们越是欲望大开 被强迫了还不报警 那不是等着被他一次次欺辱 我嘲笑李源源的无知 但并不可怜他的遭遇 毕竟烂人和恶人才是绝配 在欺负完李源源后 老刘取走李源源代理的钥匙 并叮嘱他 改天我交几个朋友一起 你记得打扮得好看点 别扫兴 李源源就这么开始 成了顺风车群满了个遍 一个月后李源源怀孕了 他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 就是去医院打胎 我正好遇见他 去药房买验孕棒 又急匆匆出门 就将事情告诉了老刘 李源源直接被他被抓了回来 顺风车群一致认同 让李源源生下孩子 李源源却不愿给出生生孩子 打算绝食自杀 老刘等人只能每天轮流照看李源源 防止他闹事情 可这里面有些人已经结婚 这么一整天不着家 老婆不免起了疑心 于是 这群司机的老婆们暗中联合 杀到了李源源的出租房 13 群里有人呼叫大家伙来帮忙时 我第一个赶到现场 但只敢装作路人经过 就见出租房里传来一阵阵打斗声 李源源捧着肚子躺在地上 身下全是血 老婆党们对李源源的死活毫不在意 只顾着揪住看守的男人 质问他这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 男人哪知道这孩子是谁的 半天不吭声 李源源白着脸躺在地上 小声说道 是刘志富的 他强奸了我 他们就是一帮强奸犯 全都不得好死 老婆党们一个个傻眼了 由于动静闹得太大 左离右舍担心闹出人名 便报了警 李源源在推进手术室之前 揪住警察的手要告老刘等人强奸 老刘连通一同参与过游戏的人 都被警察传唤 这些人对于李源源的控告 全都摇着头否认 李源源那就是个招手就能上的公交车 他话哪能信啊 他老家的人都知道他水性洋花 没了男人就能死 压根不用抢 给钱都能上 这群无耻的人 让李源源还在抢救市里生死一线 全都给他泼脏水 我确实恨李源源被刺我 害死我的事情 但我也恨这帮无耻的男人 我将顺风车群里的聊天记录 全部打包 匿名寄到了警察局 有了这些证据 老刘等人多次强奸 胁迫女性的罪名是逃不掉的 至少能盼几年的牢 而李源源因为送医太晚 大出血伤了身子 被迫切除了子宫 姨妈听闻消息将人接了回去 许家人听说后 足足放了三天的烟花来庆祝 还租了广告车 到处给李源源做宣传 姨妈本想等李源源身体好一些后 给他像一个听话疼老婆的男人 可许家这么一搅和 大家都嫌弃李源源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李源源在家一待就是两年 不能干活 只能啃老 日子久了 姨父和姨妈就经常因为李源源的事情争吵 直到有一天 有男人上门求亲 他不嫌弃李源源的过往 还愿意出五万的彩礼钱 原因是男人已经有两个孩子 孩子喜欢李源源给他们当妈 就逼着李源源去跟男人扯证结婚 把五万彩礼钱一放 男人就带着李源源回家去了 姨妈气得跟姨父打一个月的假 过年时 我从妈妈嘴里才知道 那男人其实是个毒鬼 又爱家暴 五万彩礼钱 不过面上几张百元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由于有结婚证在手 李源源想离婚离不掉 只能在家任劳任怨的强撑着身子干活 但即便如此 他还是没能逃掉男人的毒打 姨妈干着急也没用 一旦他将李源源偷带回家 男人就会带着一双儿女 吃住在丈母娘家 拿他们家里值钱的东西去卖个赌钱 最终 李源源被活活打死在了家里 姨妈气得一病不起 没多久也去世了 唯独剩下生活白痴般的姨父 独自一人磕磕绊绊走剩下的路 全文完